邓轮回顾2020感恩影迷之时 我每年都一直彼此陪伴 卢靖山为角色毅然剪短发 剪完之后真的挺傻 陈飞宇期盼未来呈现更多精彩作品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对一个演员来说 都是一种机缘 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东南卫视为您呈现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谷小 有没有看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呢 请赶快扫这个二维码 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娱乐乐翻天的官方抖音账号 会更多精彩内容送给大家 是的 今天节目一上来呢 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今天晚上 这样在我们东南卫视热播的地球之级旅行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 今天晚上的这一期节目 可是第五期节目的最后一期哦 是的 张欣宇和梁洪夫妇呢 他们有一个扇举 这个扇举呢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海洋生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理念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扇举呢 赶快来了解一下 今晚地球之级旅行第五季迎来了最后一集 在本期节目中 张欣宇把机库摇身一变 成为一艘大船 一路开到了能种植珊瑚的海域地点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在机库上种植珊瑚了 让机库成为海洋生物生长的温床 守护海洋里的生物 这个机库投下去 不光是要让它变成绿形生好家海底公园 变成一座纪念碑 同时还要让它变成一座珊瑚礁 通常我们会在目标区域收集一些珊瑚的断枝 去放到实验室里面进行这样一些培育 那通常会有培育七天左右的时间 当这珊瑚已经是比较好的状态 是可以存活状态呢 我们就会去拿到我们的目标海域进行一个种植 海南大学的珊瑚苗培育基地 离我们机库投放的位置其实挺近的 老师们然后先去把这个珊瑚从苗圃里踩了出来 然后再种植到机库上 我们在机库上预留了一个一个的螺丝 这是干嘛用来绑珊瑚呢 珊瑚会绑在这个螺丝上 然后再开始慢慢生长 下沉后的庞大机库引来了不少海底生物的好奇 小鱼的靠近 也宣布着张新宇梁洪的海底公园计划正式开始了 特别让人欣喜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引来了狮子鱼 只是刚投下去就真是变成了鱼胶 证明着说这个旅行上好家的海底公园的计划 算是正式的开始了 这个计划会一直持续下去 以后每一年我们会往旅行上好家海底公园里面 再去投放一些大型的报废的飞机 坦克 装甲车可以让大家去潜水 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所投放的所有这些物品 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珊瑚生长的机床 除了积极的响应保护海洋环境的号召外 张新宇梁洪也为民间科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们在这次的南极行中 可是采集回来了很多珍贵的科研数据呢 我们协助建设了中国在维多利亚地的唯一的一个自动化气象站 然后从架设完成以来一共会传到4000个小时的数据 然后我们监测到的极端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6省 然后极端最低气温是零下38.5省 接近0.45 这座气象站片子里大家都看到了 叫盛米站 虽然此次的民间南极科学考察之旅 划下了战时的据点 但他们环球探险的脚步不会停歇 让我们跟随着张新宇梁洪的视角去探索世界吧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进行锁定今晚21点20分 东南卫视地球之级旅行 第五季破冰船南极行 凡天综合报道 这约是12月 今天我们聊天 发现说马上就要2021年了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你知道每年到这个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每次在节目当中 或者在私底下 我都问小鱼到年底了 是不是你的这个结婚的事 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了 今年我跟你说 我懒得去问 因为我知道 没谱 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的 还是没谱 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 对于新的一年 都有憧憬和期望了 我觉得这个12月份 对于我来说希望马上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在12月份 要参加对我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 希望能够顺利过关吧 加油加油加油 但真的 我觉得一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要盘点了 今年所取得的成绩 比如说接下来看看 邓轮今年都做了哪些成绩呢 今日邓轮现身上海参加某运动品牌活动 从小酷爱篮球的他 现场不仅于篮球体验官们 玩起了投篮游戏 还和大家分享了篮球对于他的重要意义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对篮球 篮球的热爱所激发的一种 一种天赋也好 或技能也好 不管是哈登也好 还是很多优秀的球员 包括其实有篮球爱好者 其实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去开发一些自己的 独有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能创新什么动作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 都是所有人 不管是职业球员也好 还是爱好者也好 他们对运动对篮球的热爱所激发出来 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热爱的东西不会太过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越长大越是这样的感受 除了我的工作 我的爱好 其实我的爱好也真的 如果说运动最爱的就是篮球 所以它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唯一 所以对于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管是伤心难过开心 不管是见到朋友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当然你都会去打来球 我觉得它可以带来的东西太多了 很快由邓伦主演的电影 秦雅吉即将于12月25日 登陆各大院线与大家见面 这让不少喜欢邓伦的影迷们表示十分期待 对于影迷们的支持 邓伦也是感慨颇多 我觉得还是要先感恩这不平凡的一年 我觉得对于粉丝们 我们每年都一直彼此陪伴 然后能有机会见面 然后我们就彼此去互动 说说话 然后能看到他们 虽然可能我不能一一叫上名字 但是我知道只要他们 只要我看见他们拿着邓伦两个字 只要他们看到有绿色的东西 我就知道他们来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又是我们从平平安安经历了一个平凡的一年 对所以我希望也希望2021年也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 然后也希望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平平反反的过未来的一天 近日演员卢靖山 李曼等艺人献身下门 为某品牌活动站台助阵 最近卢靖山也在忙着拍摄新电影《中国兵王之绝密任务》 在影片中 卢靖山化身英姿萨爽的女特战队员 向观众们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女性力量 据悉 卢靖山此次为了塑造好特种兵的角色 第一次捡起了短发呢 所以就因为这个角色 我结完婚第四天就把头发 我一辈子第一次剪了短头发 然后当时挺害怕的 我以为我剪了头发之后会不会出什么的 但是我就给了自己一个念头 我说我剪头发的时候 我要把所有一些就是对自己不好的一些想法 因果一些不好的思想我全剪走 然后我剪完之后真的挺洒脱的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那么长的头发 其实是假的 是跌的 但是因为我10号我就要进另外一个组了 然后那个电影我需要长头发 所以现在还是有点不习惯 看来卢靖山也是十分的敬业的 不知道已经尝试过多种类型角色的他 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呢 其实对我来说每一个角色印象都挺深刻的 但是当然今年因为大家也经历了疫情 我觉得真的我当时演战狼的时候能演一个医生 然后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因为当医护人员真的不容易 然后他真的是就是人间的英雄 所以我觉得希望可以多一点这样的角色 每个演员都希望能挑战多元化的角色 演员李曼也不例外 这部在活动现场 他就和观众们透露了下现在想挑战的角色 其实都想挑战 我觉得演员可能是多元化的 而且很多优秀的演员也喜欢挑战自我 要说近期比较想的话 应该是时尚女强人吧 近日陈飞宇和毛眼七现身上海 出席某运动品牌活动 当天现场毛眼七的一番精彩表演 就将发布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而演员陈飞宇则在现场大方自曝 对跨界时尚设计领域的期待 跨界的尝试 首先我对设计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一直都挺感兴趣的 所以说肯定希望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完成一些设计方面的工作 年轻人就应该尝试更多的挑战 陈飞宇也表示希望在未来 可以有更多好角色和好作品带给大家 其实目前没有特别想尝试的角色 而是有非常想尝试的题材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角色 对一个演员来说都是一种机缘 然后我们应该作为演员 应该好好珍惜这样的机缘 明年其实还和往年一样 就是要多拍一些戏 然后多多呈现一些好的作品 还有角色给观众朋友们 乐凡天综合报道 阳光劫匪 李玉玛丽 寻苦跨年 就这一次老 是我们集体 一天的中心 别走开 下节更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为您吹现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精神 大家好 我是独小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 很多的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当然还有很多的优秀影片 也在吹剑争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部电影 名字叫做阳光劫匪 最近就是举行了一场 如虎天翼的发布会 为什么叫如虎天翼呢 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由一只 真的老虎来扮演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日前 阳光劫匪剧组 亮相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制片人方力 导演李玉 演员玛丽 张海宇和TT谢瑞涛 齐剧发布会现场 分享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影片讲述了四个奇异青年 组成了劫匪团体 勇闯黑帮夺老虎的 传奇冒险故事 而作为一部拥有 真老虎演出的奇幻大片 方力就讲述了 这个别样的选角经历 我们真的是在 我们是在全国选美 五十多只老虎 大概十来一层动物园 就这只老虎 是我们集体一见钟情的 很太美 而且我们抓到了 很多非常猛烈的时间 所以这只老虎 一直是我们 特别心爱的公演 但它让我们变成 这部电影 全世界第一次老虎版表面 这也是华人的 一部 真实拍的电影 谭吉这次前所未有的拍摄经历 李玉导演更是直言 这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因为我也不是电影科班出身 所以我觉得做电影 还是要尝试一些 非常新的 甚至是可能 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 太见过的一种类型的电影 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电影 你说是它是童话吗 比如它可能比童话 它更要风格化一点 大家说它是戏剧 其实我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的戏剧 遇到全新挑战的不仅只有导演 演员玛丽 同样也是为了这部戏拼尽全力 甚至难得享受到了一次 与角色身心合一的幸福体验 我觉得作为演员能够有机会去尝试这样类型的电影 对于表演来说 是太幸福的事情了 我有一场戏是我自己和妈妈 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 是导演给我加的戏 她觉得阳光是需要这场戏的 需要让观众知道阳光 到底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它才会成为现在的这个阳光 虽然不多 但是那一天晚上导演发着高烧 陪着我在那一个零下 那有快二十多度吧 二十多度的一个棚里 几个小时一直在拍 没有台子 就拍我们演员的状态 我拍完了之后浑身发抖 然后哭得已经不行了 但是整个人下来之后 虽然身心疲惫 但是你很幸福 这个幸福是你能够进入角色 真的走到阳光的世界里去感受 他的那一刻的痛苦 我觉得我是幸福之快的 今日电影《猎杀T34》在海南举行首映里 作为首部中国上映的3D坦克大战影片 《猎杀T34》中展现的军人精神 让不少观众直呼十分感动 以后交流会上 阿尔米塔影业董事长杜梁就分享了 影片中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我其实最喜欢的角色是这个驾驶员 因为我觉得他的表演难度非常大 他基本是在固定一个 固定在完全不能动的一个位置上 演完了整个电影 这个对于演员的挑战来 演员的挑战太大了 很难演 每个阶段还必须不一样 所以我是个人来讲 我是最喜欢这个角色 电影《猎杀T34》 讲述了1944年一群英勇的俄罗斯士兵 用一辆半损坏的T34坦克 从德国人手中成功脱险的故事 为了还原真实的作战效果 影片在筹备及拍摄上都下了不少功夫 谈及影片的幕后故事 杜梁就透露了 不仅影片中的坦克是用原物修复的 演员们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在这部片子的制作过程当中 其实单单前期拍摄 就用了17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17个月的前期拍摄里面 单演员自己来训练 开坦克就用了整整三个月 在他们那儿就是 我三个月什么都不干 我就练开坦克 这里面大家看到的坦克的动作 都是演员自己完成的 近日寒冬军现身深圳出席品牌活动 即将过去的2020年 对于寒冬军而言是收获的一年 影视剧综艺不断的他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年也有更高的期望 对于新年的期望就是 可以更多的人喜欢我的作品 对 然后明天应该也会有挺多的 而近来寒冬军正紧锣密鼓的拍摄电影 《惊天救援》 首次饰演消防员 韩冬军也是体会颇多 那演的是一名消防演员 其实在生活中只是对消防员 了解的比较少一些 那其实在扮演的这个角色 有参与了他的训练 还有在这个生活中去体验救火 那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烟雾缭绕的密闭的空间的情况下 你看不见摸不到 且这个气味跟烟味特别的刺鼻 但还是要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作业 那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 尤其消防员的这个意志和体能 还有他的这个不断训练的这个专业的训练 所以从拍摄到这个影片开始 就觉得消防员真的太不太不容易了 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所以致敬所有的消防人员 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 节目最后呢 告诉大家想要得到更多的英视频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录一下的网址 或者可以守折一下咱们海部TV就可以了 没错 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东南卫视 关注我们的娱乐乐凡天 明天再会咯 再见咯